红井中核子反应堆背景解数 核子反应炉及核反应堆是苏联的一种满足能源供给需求的解决方案 核反应堆可以提供超过13座磁能反应炉所提供的电力 而成本却不超过两座磁能反应炉 并且占地面积远远小于等电力的其他发电厂 是红色井接2及其资料片有理的复仇中最高效且最划算的发电厂 通常来说一座核子反应炉提供的电力足以供给一座基地的能源需求 甚至远超所需要的量 不过核子反应炉的超高电力也带来了较大的风险 一旦被摧毁将会发生核爆炸 对周围的一切造成严重的伤害留下致命的核辐射 虽然威力不及核弹但也不可想去 另外被摧毁或变卖后会有人员逃出 如果是被摧毁人员会先逃出然后被核辐射杀死 也可以被工程师占领但不免疫有理X的心灵控制 可以被间谍渗透渗透后会使其基地远电65秒 此外也可以被雷射幽浮吸取电力 导致整个基地全部移动